肾上腺分泌什么激素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董鹏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肾上腺分泌这个激素 它相对来说就是 肾上腺分为一个皮脂和随脂 皮脂也分 从这个医学的角度 解剖学上也分好几个带 蜂蜜的有盐皮脂激素 糖皮脂激素 还有性激素 这是肾上腺的皮脂蜂蜜的激素 随脂蜂蜜的激素 有这个肾上腺素 就是糖皮脂激素 它是对人体比较重要的一个激素 比如我们常用的强低松 然后第3米松 它就是这种糖皮脂激素的类似物 然后盐皮脂激素里面有全固酮 它会对维持血压有一定的作用 糖皮脂激素对糖代谢的功能的维持 和这个脂代谢功能的维持 都有相当的作用 而性激素 特别是上腺蜜蜜蜜性激素 对这个清中期的发育的启动 和性激动维持也含有一定的作用 随之蜂蜜蜜蜜素 它是对这个应激有相当的作用 在应激状态下有血压升高 瞳孔缩小 或者其他的一些应激的表现 都跟上腺素的蜂蜜是有关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